台南市北區這座公園 樹上都有一隻藤邊動物 高高掛在樹上 大大的眼睛還有耳朵 每一隻還穿上紅色花布 白天看已經很奇怪 晚上更詭異 路燈照射下 藤邊動物的黃色裝飾品 更像符紙 恐怖的是底下整排水泥柱 全部戴上白色帽子 風吹過來花布飄呀飄 居民路過還以為有人站在那裡 一開始會覺得很像有人站在那邊 晚上下班看到會覺得 好像幾個人站在那邊 然後仔細看又覺得不是人這樣子 可能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答案揭曉這藤邊動物居然是貓頭鷹 台南北區的華德社區 里長想讓公園更豐富 利用回收的布料做成貓頭鷹 但讓居民不買單 反問這是什麼奇怪的邪教儀式嗎 還是要辦祭典 如果這是藝術也太醜了 晚上看到很恐怖 不如不要用 讓公園看起來更乾淨 這一個貓頭鷹呢 我叫做幸福包比 台語就是包比的意思 就連市政府都在這個公園舉辦結婚活動 里長一開始的創意 讓貓頭鷹化身成吉祥物 但是突兀的造型 裡面沒感受到幸福 反而現下壞了 記者賴關章 宋貝城 林志慧 台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